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2019年4月9日是民进党2020总统大选党内初选最具历史性的一天 二位总统候选人先后召开记者会表达愿意承担的参选新制 卓主席更在记者会展现党机器必须贯彻党内初选民主机制的决心 让支持者闻之不禁动容其境 阿扁也以过来人分享民进党2008与2012年二次总统败选和初选有竞争没必然关系 同时举例2014县市长选举不适应在现任者优先 否则2018年民进党县市长掉了七席 也不至于连任优先没初选的五个县市全都连任失败 甚至于2007年5月6日民进党党总统候选人已经产生 据卸任还有一年时间也没有什么现政空窗期 总统候选人更没有影响到国阵的推动 2007年经济成长率仍高达6% 台湾入联公投提案联署2726499人 御山兵推照推20多套的因应方案有效下阻解放军 蠢蠢蠢欲动的夺岛计划最后圆满完成政权再度和平转移 明转移 晃蠢一定会删柳凯ia 投资时供十九atif的党党初备活 bleibt 對立民主進步黨2020年總統代算 當然替名初選來說 可以說是歷史性的一天 在這天三位最重要的歌詞人物 總統來情侯集會記者交代會 在外島11點半 南蔡英文總統先來鼓勵記者會 三位阿波三點 另外一位總統候選人 卻請到建議長現在來正式開記者交代會做回應 當然最後阿波四點由民主進步黨的董主席 來占對這次東來初選的選務 免得來進行向專民來報告 所以正後三條的記者會 阿扁阿農總在頭聽到話 我非常地感動也非常地欺負 兩位總統候選人 不管是現任的總統 實際上是說 正行政的議長 可以說 提出他們的官都和看法 特別是對著這次 總統 台選 東來初選 有些問題 在不一樣的角度和經驗 來提出他們的官都 連結縱 甚至有些擔心 擔心 擔心 感到的地方 最沒絕對的找到 難得 這總共是讓兩位 參加 東來初選 競爭的總統候選人 有一個對我公開 講清楚的機會 不管怎麼講 这都是理性的对边 大家如果有看记者会的专门 其实说拆了去 还有新闻技术的报道 大家应该当中的树起大模组 来俄罗南副总统和卢青庭 建议党他们两个人不管怎样 竞争虽然说有点均重 但是他们都尽量将他们内心的位 对我来说出来 我们已经听到很清楚 当然一位总统候选人 希望说可以站在团结合作 胜算来办好这条的 东来的初选取名 但是另外一位候选人 他认为说他有事的不改变 第一就是他要来对国家人民 土地生产的国心无变 他要来走之后 东来初选的庭署这个国心也无变 当然也希望这个党中央 选務单位来股本这条 总统代算 当然提名初选的庭署也不要改变 当然对着选总 总统来说 他希望说可以保障现金優先 虽然他会没有说到那些人清晨 大家终于听悟 因为他希望说这个五人选择 应该要尽力来协调 看是什么人要来提出 是免着来合作 他说他是现金的总统 所以他有这个职业 要来寻求联业 也就要在2020年的总统 大选来联业成功 这就是他的重要的职业 所以说得很清楚 所以如果说要来协调 有人提出 当然绝对不是我们选总统 当然他也说跟任何人 终于可以来合作 所以如果是拖青业 要跟他合作 来担任到他的副手 当然他也觉得应该没问题 最主要是我们选总统 他担心为什么说 他回算不可 他是因为说 如果现任的总统 没有选求联任 来继续做总统的候选人 在未来的新年左右的竞争期间 这个现任的空船市 可能这是一个严肃的客戴 不可以没有去 不可以去 不可以去 中事 我会觉得这个问题 是不是有那些人要急 甚至会发生 并且过去 也做过任任的总统 在任任 然后拖来两千空 八年内 民主进步党 也有提名新的总统的候选人 其实这也是在 阿扁 下军总统 前一年内 总统的候选人 就已经三升 你说 有英雄国政的推动吗 总统候选人 也没有去 干涉到行政业的 政府的推策 当然也没有应用 那当时阿扁 总统 要来推动国政 有什么 认合的压力 跟政党 阿扁 当中没有认合的感觉 也感觉说 这绝对不是问题 总统 就是总统 总统就是阿扁 继续在做 总统候选人 是贾中典 行政业 医党 是中尊 所以 政府 国政 的推动 都没有受到 总统候选人 在 这个 下军 前一年 就已经 来三升 来受到 任何的 这个应用 因为 因为在这 阿扁 可以来说 几月的 让我们 大家 来 做 参考 大家 知道 2008年 总统 总统 大选 在 提名 前一年 2007年的 五月 切瀉 民主 进步 党 就已经 点开 所以,東來的初算第一階段就是東環投票 那當時由我們很重點, 以44.4%的投票率來贏過, 數千槍差不多11%多 所以其他兩位也好, 包括拜第二名的數千槍也好 當中來在第一階段東環投票之後分出名次 他們就全部選擇來貼出第二階段的東來初算 意思是說在五月初六, 東環投票之後就已經知道很重點 就是最後的總統候選人已經定局 因為其他的三位總統候選人, 他也很清楚, 在東環投票紀元輸掉了, 如果依照當時的國中民調也現實, 很重點, 總統候選人在其他的民調當中不輸, 所以如果再進入第二階段, 其他三位幾乎就比較難看, 這樣而已而已, 所以大家非常清楚, 所以這條的東來的初算進行第一階段, 就沒有進行第二階段, 這是當時的進行, 但是五月初六三星總統候選人, 旁邊又是總統, 旁邊也沒有, 因為我是現任總統, 新的總統候選人三星, 所以他就來改進政府來應用總統國政的推動, 完全沒有, 我記得在2007年的五月22日, 旁邊選部, 要來推動以臺灣的名義, 要來加進聯合國的共同案, 所以呢, 旁邊說出這個月的時尊, 我們一重點總統候選人, 他也沒有來做資, 在兩千共七年的六月二十九月, 尊對著我們第一階段, 說, 要來提案臺灣入聯的共同, 因為呢, 共新會共同心理委員會控制在哪些的手段, 所以呢, 他們做部會的決定, 不需要讓我們辦, 但是呢, 我們照相來提出行政訴訟, 所以在行政的訴案委員會, 在七月十二, 就來阿姨, 這個鐵修, 這個共新會, 部會的決定, 因為說, 我們更煩然成功, 我們才有機會, 來正義的第二階段, 超過八十幾萬的這個, 這個活動門檻的這個連數, 所以呢, 整個政府的推動, 我們行政與總統府, 專力, 來來推動臺灣入聯的共同案, 一支沒有受到新的總統候選人, 待生的這個應用, 甚至在2007年的七月十九日, 既然以臺灣總統的名字, 代表我們臺灣人民, 向聯合國的秘書條潘基文, 來消費, 這是優勢以來, 臺灣的總統, 消費給聯合國, 說, 我們兩千三百萬的臺灣人民, 我們要來加進聯合國, 我們有高度的議員加關心, 我們絕對遵守聯合國的現象, 這是2007年七月十九的事情, 不久, 我們就正式決定, 要在九月十五, 要去高雄, 來股本臺灣入聯, 會八萬大遊行, 所以呢, 在2007年的九月十五, 我們來辦這條的臺灣入聯, 大遊行, 我其實在那條的暗會, 那當時的, 董主席有時分, 說, 算了去第二改端, 我們就要連署一百萬, 來超過河庭門檻的八十幾萬, 那當時阿扁, 跟大家來, 免得說一百萬不夠, 一定就要每個兩百萬的連數, 最後呢, 我們達成兩百七十二萬六千四百九十九的人的連數提案, 所以呢, 在那一次, 我們的大遊行, 可以說, 我們十萬人, 非常地成功, 總統好選人, 吃重點, 也很高興, 那當時阿扁, 建議說, 是不是, 我們可以再帶台中, 再辦第二條, 那當時的民調, 我們這樣大遊行之後呢, 總統好選人, 副總統好選人, 他們常常要吃重點跟蘇晉昌, 他們的民調, 只輸, 國民黨的馬英九五斤二七祖, 差不多七%而已, 他對他, 輸七%代表說, 只有輸三%半, 可以說是, 非常地接軍, 還不是說, 我們兩千共比年, 總統代算, 我們絕對是, 穩輸的, 差三%半, 當然, 我們有贏的這個機會啊, 是不是這樣? 何況, 在兩千共比年, 我們當時, 在古板上, 除了公道, 雖然沒過, 但是呢, 公道票, 還贏過贈重點的總統, 好選人, 他的得票數, 還價差不多八九萬, 所以呢, 公道, 並不是票房的投票, 那當時, 如果賣, 董主席, 贈重點, 還減總統好選人, 他最後兩國位來主張, 放棄, 推動台灣入聯的公道案, 我相信呢, 我們的公道的統一票, 絕對會比較高, 我們贈重點的總統, 的得票數, 我也相信呢, 絕對可以水戰船高, 絕對不去輸, 兩百二十萬票, 當然啦, 這裡還有, 這些因素, 絕對不是說, 因為, 旁邊, 那八年, 做到外差, 都外差, 所以呢, 去害到總統, 這個, 選舉呢, 還輸到承認一下, 我們, 真的, 大家, 應該多少了解, 我, 又不想說話, 當然, 在這裡, 旁邊要特別說的, 就是說, 跟總統, 台選, 做會, 二合一, 的那個, 總統, 台選, 的基金, 有一個, 立法委員的, 選舉, 啊, 你說說, 第一次, 是, 但他選出, 兩票借, 兩千塊百年的, 家圍的, 立法委員的, 選舉, 我們知道說, 民進黨, 在, 原來, 八十九室, 不然, 立法委員市, 減半, 我們存二十七室, 可以說, 輸到藤口, 將這個人來, 怪我, 但是, 我要說的, 當時, 立法委員選舉, 我們的政黨票, 我們的市場, 無分區的立委, 我們分到幾千三十四室裡面, 我們分到十四室呢, 我們是屬於, 無分區的立委, 屬於區域的立委, 會選舉, 我們才去到十三室, 加起來, 二十七室, 所以, 在政黨票, 代表說, 民主進步黨, 政局來說, 得到人民, 差不多, 那時候呢, 這樣, 在政黨票, 還有, 將軍要四勝, 那如果說, 立法委員,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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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 拿到十三室, 但是, 我們的, 得票率多少, 立委的, 得票率, 是, 三十七八幾, 要我三十八八, 這是, 阿彬, 總統, 八年耶, 有三十八的, 立法委員選舉, 兩千空一年, 兩千空四年, 兩千空八年, 選到最好的一年, 就是兩千空八年, 立委選舉, 結果, 選出最多, 所以呢, 這是, 修理隊一行, 主要是, 輸去, 單一選舉, 兩票借, 單一選舉, 押一票就是贏, 輸一票就是輸, 就請求說, 我們兩千空十六年, 我們的立委選舉, 民進黨夾到六十八室, 國民黨夾差不多六十八室的一半, 三十五室, 但是呢, 你說, 民進黨六十八室, 國民黨三十五室, 我們的得票率, 有國民黨的兩倍嗎? 沒有啊, 10%也沒有, 但是選舉就是兩倍, 這就是說, 這樣大好大敗, 贏者前贏, 贏一票就是贏, 贏一票就是輸的制度, 所以未來, 也是很難說, 到底是不是會這樣, 歷史重演, 我也很擔心, 因為呢, 這種制度, 大環境如果好, 就選了好, 大環境如果壞, 你就很難說, 所以大家在說, 二千空十四年, 那當時, 民進黨, 拿到十三館市, 你說, 民進黨選後, 歷史性, 這樣最好, 甚至有的人, 用這樣來說明說, 那當時的館市長, 民進黨這個, 你這個按下看, 全部通常要聯任的, 通常不用策算, 就是說, 現任的優先, 所以保重認任不用策算, 所欲代的大贏,那是這上,這跟民進黨有保障現任的、無現任的優先一點就沒有必然的關係 2054年的大選,民進黨在選舉的大贏,當然是國民黨做得太差,不要叫國人願,投影 所以還有柯文哲的效應,柯批的效應,還有十萬的問題,一報再報連環報,代表情一個月還在報 所以很多因素,當然還有太陽花協議,這是非常直接的應用 所以在那當時,我們的管市長的贏因素這麼多,跟現任的優先,或是說沒有優先,一點沒有必然的關係 沒有這麼2008年的定選舉,民主進步動,第13席,春6席,減7席 大家知道啊,那7席裡面的包括什麼?那7席裡面,中間就有5席,都總是現任的,連任失敗 但是在提名過程也是現任優先的,不僅會初選的,沒人挑戰的 你說2014年贏,2018年為什麼? 包括台中市、中華館、分林館、嘉義市、平和館,這5的館市,現任優先提名,結果 農總連任優先提名,所以阿扁說這些的,是要告訴大家,這麼多公法事宿而回 同樣啦,有的人說,現任的總統跟挑戰者,如果要來初選是不是現任的 哦,就要這個,人說加成,意思是說條件者,就要過贏現任的 3%這樣就可以代表說你贏 這樣我從來沒聽過這種遊戲規則 如果說,這次的東來朝鮮為了要和海 吃,如何清潔,就要拿這個割營運3% 如果這樣的話,那時候2012年割營運 也會贏了一個塑金槍 在東來朝鮮才贏1.35% 落1.5%的滅油 結果呢,我們也是很想這種朝鮮的結果 有可能說,你贏這個不夠打拌,這樣沒尊勝 就贏3%這樣才有尊勝 所以,開開玩笑可以 但是割這款,我也覺得說真沒合理就對了 其實呢,請就說,2012年也不是因為有東來朝鮮的競爭 這樣,代算才輸掉呢 讓你說有競爭,旁邊有講過 其實2011年的東來朝鮮,那是4月 跟馬英九,有對比數的民調 不管是收金槍也好,割營運 最好出耍好,兩個人都總贏 馬英九,都總贏多少 人家贏7%呢 所以不是當然,有競爭 那帝斯說,我們代算才不會贏呢 代算不會贏,那是賣開去讓人們逆轉勝呢 不然也是要有半年的期間 割營運的民調都贏過,這個馬英九呢 當然,最好是誰會輸,萬人也請坐 我們如果沒時間來講這個,不可呢 不可以說,因為有東來朝鮮的競爭 所以,代算才會輸去,所以為了代算要贏 就不可以有競爭,不可以有競爭 這是完全四肢而非 倒國為因,這是絕對經不起這個檢驗 所以在這裡,阿扁要親一步 跟大家來報告就是說 兩千空比一年,五月阿扁也下金 兩千空七年,五月已經提名 總統好選人 但是在那年呢,我們不可以這樣 非常認真打招來推動 台灣激連的公道案 我們在經濟的發展,大家要知道 兩千空六年,有紅三軍,兩千空七年 阿扁也的,差不多最後一年了 還有選舉那裡大的變數 我們的GDP經濟性都連算兩年 總共有六趴呢 不是現在在保二大作戰,保三大作戰呢 那當時,我們百年平均 還有四點八呢,馬英九百年平均 我們兩點八而已 在四點八中間,在七年、在八年 就是空七年跟空八年 空六年跟空七年 我們總共有六趴呢 兩千空八年阿扁也要下金資金 最后一整個月的時候 我們還有六趴幾年 所以經濟也沒有去受到應用 不然他們阿扁也要下金 我們就放棄,我們就沒有打拼 包括那些東西 阿公在我們在台算資金也在放掉 你知道嗎?說要來打台灣啊 要來奪島計劃啊 立正委總統來營營 台海飛沿的危機說有十八套 有十八套的營營的方案 那當時阿扁也超過二十套呢 所以沒有發生,不是沒有發生 我們也是不可以讓它發生 要奪島,要來打台灣 要來奪島,要來奪島 要來奪島,要讓我們整個軍心輸出大半半 阿扁也沒有因為說這樣 總統選舉 那些人緊張甚至我們會輸 所以我們就放棄 國家也固定 國家安全也固定 要減兩方的和平穩定 我們也是可以灌天 包括阿扁最后要來自政 我們要繼續在辦什麼 辦這個 義三兵推呢 想定說阿扁如果打台灣的時候 我們要來保護台灣 要來等美國的這個 援軍可以來我們倒下手 所以呢,我們當中沒有放棄呢 做一個總統應該真的政府 到最後 我們也要這樣政權和平轉移 我們也不說去背面 說我沒有要交出政權 所以我是要跟大家共同來面對 就是說,我們創總統 不用煩惱那些人借 對家庭有信心 台灣的民主制度 雖然說這樣走過來 真的非常地規格 趕快走,甚至又擲桌 甚至有時候不會學會 但是 畢竟民主的制度 還是目前我們最好的制度 我們絕對不讓阿扁破壞 其實呢,政黨倫體並沒有什麼 同樣,當來的初選 什麼人出選 也不是說,那裡不重要 其實個個都非常地優秀 任何一個人來做總統 都總百分之百有告結 絕對不屬國民黨任何的好選人 所以呢,不要為了這個 大家這樣拆來拆去 拆到沒了這樣 這樣打敗感情 對河上來說 其實也不是好事 所以阿扁要用心中庫 要跟我們創總統 我們聯義長 我們的主席 來表敬禮 也要跟各位共同來 免得 兩個職位 來打拼 這樣好不好 好,好嗎 好,好,好 我們好,好 你們好 去跟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